迪丽热巴春晚彩排透露感情状态,手上无戒指,黄景瑜仅是非为男友,换句话说,在以前的感情史中,黄景瑜给人的感觉是不靠谱,也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男人,所以大家觉得,如果迪丽热巴真的跟黄景瑜恋爱,是一件有点危险的事情,毕竟黄景瑜对待感情,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男人, 起码现在没有展现出让人欣赏的品质,而从迪丽热巴最近在春晚彩排的画面来看,迪丽热巴现在事业处于上升期,换句话说,已经进入春晚彩排最后阶段的迪丽热巴,通过上春晚,个人的事业会更加的红火 迪丽热巴出现的时候,颜值跟衣着都被人称赞,不过让小易最意外的是,迪丽热巴在聚光灯都关注她的时候,勇敢地透露了自己的情感状态 很多处于热恋中的人,会情不自禁,乃至于说比较固执的,在中指上戴戒指,对外展示自己的感情,以便让别人觉得她幸福 迪丽热巴呢,在央视彩排的镜头下给人的感觉是,食指上没有任何一个戒指,而是干干净净地展现自己清秀的手指 这种不让人猜疑,她跟黄景瑜存在关系的情情,多少也让人觉得,她现在很注意自己的事业,一点也不希望感情绯闻影响自己 您对迪丽热巴春晚彩排透露感情状态,手上无戒指,黄景瑜仅是绯闻男友,有何看法? 请关注,评论加转发,让更多的小伙伴来溢一溢